在最后美丽的姑娘已经跑过来了 你就你不能腼腆了 100分满分啊 您给我们女嘉宾打多少分 98分 98分 我们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多少分 一样98分 98分啊 这这分啊是旗鼓相当 说明这两个人稍微有那么点一见钟情的意思啊 看看在唠嗑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擦出啥火花 来二位请就座 几准最后时间 你看就是老婆喊后那种家庭型的 是 你那是哪年生人 六零 六零年 原先做什么工作的 煤气一标唱 煤气一标唱 我原先是联业部门的机关二母助力公司退的 但是我们联业的工资比较低 家里男孩女孩 男孩 现在都参加个饿了 对 都要工作 都自立了 您呢 我是女孩 我女儿在黑龙江那边没过来 这边就我一个月 就自己 对 那您退休金多少呢 我三千五 工资比较低 三千五 这边有房子吗 我这个饮口那边有房子 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还比较健康吗 就是血压收入就高一点 别的没有毛病 基本情况了解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我们男嘉宾的情感经历 我有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是我孩子的妈妈 我一直天真的以为我们感情很好 直到那天 我撞到了他和别人在一起 我才明白一些美好都是我自己豢养出来的 在感情中我的眼里不用杀了 就这样我们离婚了 当时孩子只有十四岁 三年后我的第二段感情开始 我们两个本想登记结婚 但因为我户口的原因耽误了 我们感情很好 也没觉得那一纸证书有多大的作用 就想着哪天去都行 这一拖就是六年 有一次我们俩吵架 他两三个月都不理我 再后来他提出了分手 不管我打电话 我怎么跟着联谊他都不理我 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正经八百过日子的人 今天来到爱的选择 我想找一位身体健康 有双宝 真心过日子的女人 你嘉宾 你是这个人吗 婚姻当中另外一半背叛了你 就这个事真的是让人特别痛心的 而且短片里面说 好像您是一个眼里面 极其不容沙子的这样一个人 是吗 那是怎么做到的 说你认为你俩的感情挺好 然后突然之间发现 他在外边有别人了呢 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缘分尽了 就有些事情就发生了以后 就导致俩人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了 这些问题 谁都不想看到 但是事情也发生了 叔叔寒心的是叔叔跟我讲 当天是怕这个女方辛苦啊 冬天嘛 然后路上又滑 他是帮他前妻去完成前妻的工作 结果他在工作岗位上突然发烧 被他同事一送回家 开门撞见的 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啊 叔啊 一般是什么样的 男就现在受了 那高点的离婚呢 有些错误可以原谅 有些错误不可以原谅 有的人 有的时候就是说 犯了致命的错误 就是人 不管你一时糊涂也好 或者你一生的 对自己的这个这个 素质修养也好 既然你犯了 你就要承担 我是这么想的 那都不能要对 你感觉在上都不容易 男人最记归这事 没有说打呀 闹啊 骂他呀 或者是有一些行为 没有意义了 这些事啊 即使发生了 你就打了杀了都没有用 事情发生了就没有用 吵骂都没有用 所以就是发现 发生事情了 发生问题了 咱们解决问题 冷静又果断